手机通讯软体的可爱贴图 现在很快的就可以在稻田上看到了 屏东县政府举办国际采盗艺术节 要运用台湾采盗技术 把受欢迎的手机贴图 种在屏东南州乡的稻田上 屏东县长潘孟安带头插秧 这不只是种稻子而已 一个月后这里将长出 令人惊喜的手机贴图 取得通讯软体公司授权 理解屏东国际采盗艺术节 要让全球看到台湾的稻米技术 第一次的就是跟屏东县政府的跨界合作 然后也是台湾第一个 国际彩绘稻田的艺术节 透过这样的一个彩绘的方式 把稻米文化不同的彩绘方式来展现 它不单只是本土化还更国际化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彩绝对会让 我们农业找一条新的出路 彩绘荣卫的技术主导之下 我们跟农民都会合作 我们在一天里面 我们就完成这一百度下来 彩绘稻田一个月后就会亮相 到时候民众就可以从空中鸟看 雄大兔兔在天中嬉闹 新唐雅开电视李娟荣台湾屏东报道